我们还要来看的是大陆学生到台湾来求学 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之外 走出了教室之后 他们眼中的台湾又是如何呢 有一名新疆来的陆生 他对台湾的人情味就印象深刻 因为旅游的时候 常有陌生人会伸出援手 也有陆生觉得台湾的人特别爱八卦 去关注别人的私生活 而陆生在我们台湾 是玩些什么又感受到什么 请收看今天的 陆生的震撼教育系列报道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大海边上了 高雄西子湾岸边 长相甜美的她 是来自新疆的女大生唐侯瑞格 风一吹 海水就过来了 她的沙是黑沙 从小在内陆长大 在海洋有着特别的憧憬 我作为一个新疆的孩子 那没有见过海人这一次 就是踩到这样的沙滩上看海 觉得特别 感觉特别好 特别喜欢 新疆不向台湾 四面满海 几小时车程 就能徜徉大海 几个大陆小姑娘半年来 泡遍台湾美丽海岸 香蕉船 水上摩托车 都是出体验 新疆本来没有海 只有湖 就很小的那种 然后来海边 就感觉不一样 就感觉很想接近海 对以前很少有机会 就去可能去内地旅游 什么的时候 去看看海 也没有说那么长时间 在海边玩 美景让人醉 但让女孩们 津津乐道地 还有台湾人情味 一趟台南古都行 有个陌生老爷爷 主动当起他们的摄影师 一开始 还以为遇上了怪叔叔 我们刚进那个书屋 然后我们要拍照 他说 真的光线不好 然后拿着我的手机跑 然后我们就跟他一直拍 不停地摆姿势 就拍了一个下午 会觉得他会怪叔叔 还是 刚开始会有 然后后面他还跟我们 讲他女儿 然后怎么样 说你特别像我的女儿 我们就觉得 挺亲切的 出到台湾时 还不太适应 总想哪有这种好事 他们说这般热情 大陆不是没有 而是少见 毕竟急破头竞争 才能争存 多数人自扫门前雪 但在台湾生活 似乎不用过度 防备别人 武装自己 不知道 这个公交车到哪 那个公交车到哪 我们只是自己 在小组议论的时候 被别人听到了 别人就拿出手机 开始帮我们查 你们要做这个 这次的还有 然后几分钟就要到了 然后我们就 他们弄着这个 这个黑的没那个好看 黑的没 对这个没有 这个好看 还有一个蓝色的那个 这个正好 体验台湾生活 跟台湾年轻女孩一样 到五分谱写拼 在他们看 台湾人注重穿着打扮 不见得每个人 都追流行赶时髦 但总会打理好再出门 中年男人啊 女人都会比较端庄 西装笔挺的 在台湾 我们那些自造自弃型 就是自我舒坦型 基本就是很注重仪表 要端庄那大气的一样 女孩用双脚逛片 美丽宝岛 男孩用双眼看镜 在大陆被禁绝的 纸上风光 向来自西北大学的李家栋 在来台湾当交换学生前 从没机会看过这本 国际最具指标性的刊物 时代杂志的 谁谁谁又上了封面啊 对啊 它这封面很有名 经常看到谁在上封面 但是没有看到里面 到底写的什么 透24小时书店 看禁书解放思想 成了陆轩最热衷的活动之一 就连重口味的八卦杂志 都是新奇体验 在他们眼里 台湾百无禁忌 没有不能碰的话题 而且特别爱八卦 关注别人私生活 这个八卦 你又要玩 特别特别喜欢 他就说古装照片 他会给你可以记 像这种什么宅男女生 那边其实蛮多人不知道 多写这个题目哦 走上街 这也让陆轩大开眼界 他们说街头一人 大陆也有 但得闪闪躲躲 避免公安关切 台湾街头有自由空气 也让人看见竹梦勇气 这样表演 他就把你空军流做 那边有的人 是为了深风 今天我们真的 更多的是为了 追求有多梦想 陆深风台湾 浅诚自由氛围 感受人情味 即便带不走这沉山水 文化冲击 隐瞒在行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